艾伦数学天才密码专家 一心工作缺乏社交 穷密码天才独立女性 艾伦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1951年英国警方接到一起 入室偷盗的报案 于是赶往调查 这就是艾伦 一个孤僻刻薄的数学教授 她的家遭到了洗劫 但她拒绝与警方合作 警察怀疑她隐藏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艾伦的确是个充满神秘的人 1939年英德两国全面开战 年轻的艾伦受到英国政府 邀请参加一项绝密的工作 迫以德军电报密码 此复的艾伦在工作中 受到同事的孤立和长官的不待见 艾伦可不会轻易低头 他傲娇地质问长官 他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了一封信 这份小报告 不但让他开出了两个同事 还得到了主管的位置 大小报告的都打到首相那里了 人才呀 艾伦得到了更大的权利 研究也有了更大的自由 他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招募新人 填字游戏 年轻貌美的穷在选拔中脱颖而出 招募到了新伙伴的艾伦开始了工作 他打造了一架昂贵的破解机器 但进展并不顺利 他的独断专行引来了同事的不满 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所有人都对艾伦报以敌意的时候 只有穷愿意理解并帮助他 在穷的帮助下 艾伦和同事修复了关系 他们一起让艾伦的机器运转了起来 可惜机器始终不能破解密码 而他们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和金钱 长官要求关闭机器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艾伦又获得了一个月的时间 证明他的机器是有用的 艾伦的困难不止于此 穷的父母要带穷离开这里 穷不能继续工作了 为了挽留穷 艾伦用一根铁丝做成的戒指向穷求婚 这样都可以啊 这姑娘是有多好骗呀 在订婚的当晚 艾伦却向同事说出了一个秘密 这在当时的社会是违法的 艾伦只能继续隐瞒自己的兴趣向 艾伦研究的机器在大家的努力下取得了成功 他们破译出了密码 他们工作结束了 艾伦向穷坦白 战争结束后 艾伦和穷各本东西 艾伦在家里继续他的研究 直到1951年 艾伦家的入室盗窃案 印出了更大的秘密 这个声名显赫的科学家 是一个同性恋 受不了社会的压力 艾伦选择了自杀 他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 都留给了那台破解机器身上 而这台机器背后是称为电脑 电影根据真人传记艾伦图林改变 讲述了计算机之父 艾伦图林的传奇人生 电影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 2015年第87届《奥斯卡》上 本片获得了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等七项提名 并最终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